来探讨现代妇女坐月子的心理生成的意涵 第二点是透过一国层级分析法 来了解当代产妇她的生成意识 第三点是了解坐月子文化 对一世代妇女是照顾还是限制 第四点是要了解一世代产妇她的情绪 她坐月子的情绪是幸福的还是痛苦的 她这个研究是抽样 她是先找15个一年以内有坐月子经验的 一世代妇女先进行初步的访谈 那就是只有其中三个访谈的内容 她回答内容比较深入 所以她最后就访问这三个人 所以她有稍微听一下什么叫一世代 哎呦在后面 那她这三个人她的年纪呢 她是介于31到33岁 她工作有心理辅导员 还有英文教师还有英堂乡礼 那他们这三个的共同特性 就是他们平常常常使用电脑网络的资料 然后他们会查资料 会在网络上购物 还会写网制 然后也会在网络上看影片 那这个是属于比较典型的抽样这样子 那她的访谈 她是采取开放式的问答 就是她把 可是她并没有好好去解释说 妇女那么多为什么她要专挑一世代 对不对 她可能是背后有一个假设说一世代跟她的后现代是比较有关系的 因为她是要了解后现代妇女的这个坐月子的生存意识 她若文中间有在讲后现代的东西 所以她可能在那个抽样的地方可能她就必须要多描述说要一世代的 那一世代就是后现代来讲可能是某种代表 她就必须要做这样的招办 那她这边没有做 那她就是访问她是采取她设计了八个大纲 然后给那个他们自己开放式的回答这样子 那用让受访者按照她自己的方式来述作自己的感觉 然后只要不要偏离问题的主轴就好了这样子 那她的研究方法 她用了两个研究的方法 一个是用英国层级分析法 一个是用扎根理论 那用英国层级分析法 她就是设计访谈的大纲 然后一样是采取开放式的问答 那她是只要你访谈者 不要弄那个访谈上的大纲就好了 然后她是用五个W来设计问题 那使用扎根理论 她是依据她访谈我问你问她问题 然后她回答的问题 她把它转腾成文字稿 那把文字稿逐一的进行检视 然后把它类似的来做初始的编码 然后把那个概念浮现出来 那然后再来研究者 她试图要找出所有可能的向度 然后再来进行开放性的编码 将类似的事件加以群组 并且归纳在一个共通的标题 或分类上面 然后针对开放性编码的内容 去编写数字 例如说编写这个是A 这个是B 这个是C 这是D 然后主軸性编码的目的 是为了将开放编码中被分割的资料 是不是有回应她的研究的结果 我们觉得她访问的题目呢 还不错 因为她可以引导出女性她的生成的意识 你刚刚讲说那五个W是什么 扑 卫 卫 卫 对 那这个跟那个CLA有什么关系 设计问题 设计问题的大纲会包含这几个问题 这五位方 W这样子 对 老师要我念出八个大纲吗 A 在生产前是否有感过坐月子的问题 曾跟哪些人讨论坐月子的方式 最后坐月子的方式是谁主宰的 这个是Who 聊述当时为什么 会选择依照这位决定者 这样的方式来坐月子 坐月子不是 这是卖 白白 对 坐月子的目的要考量是什么 这样子 然后话可是最后主宰或选择坐月子方式者 他坐月子的方式是依据为何 包括他的饮食 他的禁忌 他的习俗 然后How的话是如果最后主宰或选择坐月子方式 他坐月子的饮食或禁忌 若不符合你的想法或你所不能接受的时候 你会怎么办 这样子 那When的话 如果你依照最后选择这套坐月子的方式去执行 人未能满足最初你所设计坐月子的目的时 你该怎么做 然后还有他问说你觉得坐月子是这种迷信吗 那你觉得你的月子做得好不好 这样子 嘿就是大概是这八个 然后最后我们觉得他还不错就是他可以引导说女性的深层意识嘛 那他还有说研究的结果他有呼应到他的研究目的 因为他有那个讨论到深层的意识 那女权他有抬头 使得女性他有勇敢追寻自我的空间 所以有一些女生他都会选择坐月子 中心 中心 然后让那个女生还有重生的契机 然后坐月子就会得到照顾 那他的缺点就是说设计的问题啊 他最好是要找人讨论 因为就像我刚刚说那个扎根底座 比较不会流于说自己主观的意识这样子 那第二个就是三位一世代的妇女呢 并不能代表全部一世代的妇女 那这就是我们第三期的报告 谢谢 谢谢